12月27日,据台媒报道,近日返回台湾的王力宏暂时住在汪小飞旗下的S酒店隔离 昨晚隔离期结束后,电火速离开 期间为了躲避媒体记者更是使出了吊虎离山之计,堪比动作大片 昨晚8点多,知名艺人保安带着将近10个黑衣人抵达S酒店大门口,静静等待王力宏下楼 没多久,两辆防疫计程车驶入地下车库,黑衣人也瞬间堵在车库出口,避免记者进入 5分钟后,两辆计程车同时驶出地库,车窗前档和两侧的挡风玻璃全都拉上了黑布,看不出王力宏在哪辆车里 两辆车驶向不同的道路,一辆朝左转,一辆朝右转 记者们似乎是认定王力宏在向左转的计程车上,纷纷跟上 这辆车最终也开进了王力宏名下的豪宅,但下车的却不是王力宏 此时另一辆计程车早就不知踪影 随后,王力宏公司发表声明,称王力宏已经离开S酒店回到了住所 不过并未透露王力宏回到哪个住所 被李亮雷指控私生活混乱后,王力宏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终于选择道歉 之后便暂停工作返回台湾隔离 许多媒体记者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,已经在S酒店等了好多天 没想到还是被王力宏一招调虎离山之际给骗了 事情闹到现在这种地步,王力宏不想接受采访,也是可以理解 希望他接下来能好好反思,重新做人吧